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一个研究是加拿大健康食品协会 Canadian Health Food Association 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 发觉全国人民大约一半的人说 在冬天的时候多喝点鸡汤 多吃橙和多喝茶 来帮助自己免疫力增高 另一样就是吃多了维他命C的补充剂和维他命D的补充剂 所以这些就是大部分加拿大人去做 去令自己免疫力增高的 如果你说增加维他命C 喝鸡汤暖胃 我们就觉得中国人都会这样说 觉得吃鸡汤之后整个身体都暖 喝茶都同样的效果 但如果说要令自己少些病 这些方法其实有没有用的呢 其实喝多些水是有用的 所以无论是鸡汤也好茶也好清水 暖水也好 其实水是有效的 另一件事就是刚才发言我们说的维他命C和维他命D 其实这两样东西是可以帮助不同情况帮助我们感冒 但其实帮助的效用有点不同的 例如维他命D 维他命D就真的可以令到免疫力增高的 但维他命C就不是那么有效的 维他命C可以做到的事就是令我们如果我们有了感冒 令到我们那个感冒的情况或者传愈快一点 可以减少日子 即是说维他命D就病之前吃的 维他命C病了之后就开始要吃多些了 很好 说得很好 绝对是这样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吃维他命 要吸收维他命的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拿起一瓶维他命丸 所以整个季里面就是A B C D E F G 就这样排下去了 那有没有说哪些维他命在多天里面是特别重要一点的 其实有的 譬如我们中国人经常说 吃多些蒜头 以前我普通常说蒜头杀菌 但其实蒜头用来煮菜方面 其实真的可以加多些蒜头 是真的可以令免疫力增加的 另外有些人是会吃garlic supplement的 真的会吃一些蒜丸的 譬如这两样东西都令到可以免疫力增加 另一样东西就是mushroom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低脂 譬如减肥是用这些 但其实增加免疫力方面也都可以的 譬如我们说是灵脂方面 灵脂的补充剂都会有效的 灵脂算不算是菇 是菇类的 所以我们就说不同的菇类 但其实如果我们说买菇 哪一样菇好些 其实不是贵的菇会好些 其实任何一种菇 都会有同一样的效用 所以其实有什么菇都好 加多一点菇 在日常生活引直都会有效的 所以买什么菇 是你喜欢它的味道 其实什么菇 都一样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 令身体健康些 是的 我们看到近期很多人开始说 譬如要吃维他命D 维他命B 其实有什么不同的 其实维他命D 就跟我们常说 stress vitamin 很多时候我们说stress 就多吃维他命B 其实B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是帮助自己放松的 所以很多时候冬天的时候 其实有些人说 因为太大压力 晚上睡不着觉 其实是可以每一天 补充维他命B 都可以令到自己放松 少少容易入睡 总之如果晚上睡得好 自己抵抗力亦都会强些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 多些的睡眠 是令到自己增强的免疫力 我们很多时候说 八个小时睡眠 其实老实说 我们很多时候 性恋人很多时候 都是没有八个小时的睡眠 所以如果可以真的 push到自己有八个小时的睡眠 是可以令到免疫力增加的 我看到你是带了果仁和西兰花上来 或者是百加里 令我想起 他们两个共同之柱 就是盖析得很丰富 有没有关系的 其实就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突然带上来 因为刚才说的维他命C 维他命D 但其实sinc 即是生 和selenium 都是一个令到免疫增加的 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些雜果 其实我们香港人 或者中国人 最喜欢吃的就是腰果 所以腰果其实是可以多吃的 因为腰果是有共同的 生和西在里面的 所以其实在小食方面 我们可以增加多些柱 那这个百加里 是不是又有什么 是的 百加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维他命B杂 其实所有绿叶的菜 都会有很多的B杂 不同的 由B1,B2,3,6 去到12都会 12就未必有 但去到很多不同的B杂 都会有的 所以多些绿叶的菜 在冬天来说 是会对免疫力增强的 如果我们在看一些丸 就是一些补充剂的话 比较容易拿捏到要吃多少 因为通常都会写着有多少个IU 我们会容易一点衡量到 但如果我们从天然的成分去吸取的话 有没有一个指定的份量 如何吃多少是最好的呢 其实份量就没有什么特别指定的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多种颜色来计 多种不同的菜 已经是可以其实 去到我们经常说 最低的摄取分量的 所以可以的话 比如下午或者午餐或者晚餐 尽量用吃不同的绿叶菜 或者不同颜色的菜 就会对身体有多些好处 冬天很多人就说 到天气冬了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压力会大些 希望吃这些健康饮食 要吃那么多的东西 不会令到你的压力再一步增加 如果压力增加了 或者可以听Gloria说 吃维他命B 或者可以平衡生下